OK 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的国产汽车制造商 Proton 在2017年被这个浙江吉利控股收购了49.9%的股权 而且之后凭借着吉利控股的技术呢 Proton 锤出了很多的侧款 他们的销售也回到了马来西亚第二名 年销量超过15万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很多的朋友会讲 这些功劳可能是前首相那集 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来的一本书 就是这一本书 李舒服的汽车密码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呢 李舒服先生有讲到整个收购案的过程 而且里面的内容呢 应该会让大家惊掉下巴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本书提到的收购站 OK 在影片的开始之前呢 记得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呢 在网络上呢就很多人把这一个 吉利收购Proton 的这件事情 归功在前首相那集上面 那根据这个李舒服的汽车密码中提到呢 其实促成这一起收购案的并不是前首相那集 而是另外一位前首相敦马哈迪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敦马哈迪一手创办的Proton 而且在这个吉利收购Proton的时候呢 他也曾经发表一些言论啦 那么为什么事情会跟他扯上关系呢 那个是故事就要从2011年说起 在2011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其实Proton的销售成绩也非常的不错 年销量大概是有在13万到14万左右 可是当时原厂的高层呢就已经意识到了 如果Proton要更进一步的发展呢 他们就必须找到一个强力的合作伙伴 因为那个时候呢Proton研发主要是靠自己 所以变成他们的制造跟研发成本居高不下 造成了他们的车款竞争力可能没有那么高 因此找到一个主要的合作伙伴来提供技术跟分担成本 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那个时候呢 敦马哈迪就示意了这个DRB Hikon的高层 还有Proton的高层呢 前去跟这个浙江吉利供股进行洽谈 这个也是双方的第一次接触 而根据在李苏福的汽车密码这本书提到呢 他们第一次接触其实非常的顺利 但是在之后呢DRB方面一直都没有给予一个 更进一步的这个合作内容啦 所以导致他们第一次的这个谈话内容无疾而终 那么根据这本书提到的内容呢 在2013年的时候 Proton 还有DRB Hikon 跟吉利供股呢 再一次进行了洽谈 而且当时的牵头人呢 是马来西亚的对华特使黄家定先生 而且呢他们还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 所以其实当时已经是非常进一步了 同样的这一次的合作呢 也是在前首相敦马哈迪的事业下进行的 在当时呢他们就已经洽谈了一些细节 例如说他们会使用这个吉利 跟这个Volvo合作开发的CMA平台 还有SPA平台开发新车 另外呢他们也会导入一些吉利的车型 但是这一次的会面呢 同样的跟上一次一样不了了之 所以当时吉利自己本身也觉得疑惑 为什么谈谈一下就不见了呢 事实上呢在当时Proton在中国是有几个合作伙伴的 包括我们熟悉的青年电话 然后还有一家叫仲泰以及金星的公司 其中仲泰呢会跟Proton合作生产Proton品牌的车款 那么金星呢则是生产Lotus的车款 有一些已经签署了量解备忘录 甚至已经签署了正式的合约 但是都不了了之 加上2013年之后呢Proton的汽车销量开始下滑 所以导致了原厂更加紧张 需要寻找一个强力的合作伙伴 2015年的12月在DRBHICOM高层的前头下呢 前首相敦马哈迪跟着Proton的技术团队 前往了瑞典这个World War的研发总部呢去进行参观 在当时敦马获悉了吉利 跟这个World War未来的开发方向 包括已经公布的SPA Platform 还有当时还没有公布的CMA Platform 其中呢敦马认为这个SPA Platform跟CMA Platform 非常适合Proton未来的车款使用 但是呢这一点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一个CMA平台的研发费用 达到了120亿人民币 所以如果Proton要这个技术转让的话 最少要支付30亿人民币的费用 而在当时呢Proton并没有能力支付这个款项 而且呢这个只是一个平台的转让费用 后续你开发车款的费用也是还需要钱 所以这就让Proton陷入了一个问题 那么他们要去从哪里找这个钱呢 在当时呢Proton就选择了跟政府接贷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 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呢 Proton曾经向政府接贷 而政府呢也发放了一个15亿令吉的贷款给于Proton 从我们现在的上帝视角来看呢 Proton当时从政府获得的这个15亿贷款呢 其实就是为了支付这个CMA平台的使用权 但是根据这个李舒服的汽车密码提到呢 虽然政府同意放贷15亿令吉给Proton 但是政府有一个条件 就是Proton必须在限定期间内 找到这一个强力的合作伙伴 不然这个15亿贷款并不会被放贷 所以这个15亿就变成了Proton必须寻找一个强力 合作伙伴的主要契机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啦 就是Proton跟DRB海控开始在全球范围寻找合作伙伴 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 他们应该是认为Proton没有什么技术的 谁要跟它合作 可是结果你知道Proton收到了多少份竞表预言书吗 有23份那么多 而且其中呢包括了非常多的大公司 根据未确认消息指出呢 Suzuki, Nissan, Renault, Toyota 跟这个 Volkswagen 呢 都在这个竞表这里面 另外呢这个还是法国的 Peugeot 也是当时的 PSA 集团也提交了这个竞表预言书 所以可以看出Proton在当时确实很受欢迎 而且呢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啦 也可能是一个都市传说 当年有一家公司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难以令人拒绝的价格给Proton 但是Proton还是拒绝的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个公司的竞表书呢 并没有提及太多Proton的未来规划 所以呢政府跟 DRB Hikon 才会拒绝这一份报价 那么浙江极力控股的董事长呢 李苏福先生其实他也有一样的想法 如果Proton今天没有它的价值所在 那么也不会有多达23家公司来竞表这一个Proton的合作项目 所以李苏福董事长呢他命令他的团队呢 必须全力以赴针对这个Proton的这个竞表案来努力 而且根据他说到呢 这个Proton的竞表案呢 吉利的程度比起当时吉利收购Vovo更加精彩更加复杂 而且呢他们也对这个DRB Hikon 的专业团队呢赞上有加 他们表示这个DRB Hikon 的谈判团队呢 完全是国际水准不会输给欧美大企业 在2016年的年尾经过几个月的筛选跟查核之后呢 23家竞表Proton的公司只剩下了5家 这5家公司根据后来的消息得知呢 他们分别是美国的General Motor 德国的Forswagon 日本的Suzuki 中国的吉利 还有来自法国的Pugio 都是知名的大公司 在2017年的年头呢 经过最后一门的筛选之后 只剩下2家公司 分别是法国的Pugio 还有中国的吉利 而在当时呢 其实有很多人相信呢 最后胜表的应该就会是这个Pugio 因为Pugio 作为欧洲老牌的汽车公司 在当时它甚至是欧洲排名第二的汽车集团 拥有的非常雄厚的技术 所以大部分人相信呢 政府应该会选择Pugio 多过于吉利 但是吉利的团队并没有放弃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经历过了成功收购Volvo的情况 还有收购伦敦德士公司的情况 那么收购Proton呢 对他们来讲问题不大 在当时这两个公司的报价中呢 PSA 也就是Pugio 它的报价会偏高一些 但是Pugio 对于这个Proton未来的规划 并没有详细的说明 然后虽然讲吉利的这一个报价略低一些 但是呢 他很愿意跟Proton 分享它未来这个技术的成果 而且呢 它对于Proton的未来 其实有琢磨非常的多 包括在当时竞标书里面的车款呢 现在很多已经在马来西亚市场开始贩售 所以可以看出Proton的这个竞标案中呢 吉利确实是比较有诚意的 可是呢 当时Proton是围绕在股权的问题上面 有一点分歧 要卖 还有要卖多少成为了Proton 跟DRB海矿纠结的问题 而也是因为这一点呢 引起了这个吉利的董事长 李舒福先生说过一句话 他们一时这样一时那样 他们不懂要什么 所以当时很多国内外的媒体 诠释为吉利即将放弃收购Proton 可是根据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内容 其实李舒福先生从头到尾都没有说 要放弃收购Proton 而且他更是指明他的谈判团队 这一次收购案一定要成功不能够失败 而因此呢 他们也准备了一本非常非常好的Proton 给这一个Proton 重点是呢 他们的Proton Design也非常的用心 他们用了马来西亚的这个传统艺术风格 来设计他们的这个Proton 上面有一些马来西亚传统的设计风格在 所以当Proton跟DRB海矿的人 收到这一本Proton之后呢 他们也惊讶 吉利确实很用心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几本 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 吉利成功收购了Proton 49.9%的股权 还有Lotus 51%的股权 在之后Proton也借助这个吉利的技术 推出了非常多的新车 其中就包括了像是这一个X70 X50 X90 还有这个X70等等的新车 在未来还有其他的新车 其中就包括电动车 确实我们不能否认Proton可以咸鱼翻身 多得吉利的功劳 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收购案 Proton可以咸鱼翻身 这个前首相纳吉的功劳确实不小 但是主要的幕后推手还是Dun Mahati 所以其实促成这次收购案呢 就是一直在推动这个收购案的Dun Mahati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李苏苏先生在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 那么这本书我目前不确定马来西亚买不买得到 因为我本身是在淘宝购买到这本书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如果想要更详细的了解这一起收购案的话呢 可以去淘宝找一找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内容 看了会颠覆你对Proton Lotov 还有吉利的看法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让我获益良多啦 我建议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要看一看 那么在影片结束之前呢 就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